墨蘭地台風帶來的強風 將住家的鐵皮屋頂掀起 屋內的家具也都毀了 屋主只能暫時居住在廚房旁的小空間裡 由於健康狀況不佳 只有與就讀高中 有學習障礙的兒子相依為命 沒有能力修散 在鄉民代表的媒介下 獲得民間慈善團體的協助 20多位義工運用兩個工作天 將住家重新整理 翻修 墨蘭地台風把屋頂掀開了 那戶子兩個人都沒有能力 去修散這個房子 他已經沒有屋頂那麼久了 然後一直很煩惱 然後我們就排定最緊急的時間 來趕快讓他恢復他的生活 今年7月才成立的義工團 目前在台東 屏東縣已協助了超過30戶的受災戶 嶄新的天花板 牆壁換上新漆 修散工作也劃下據點 義工團收拾完工具 又往下一個需要幫助的地方前進 台灣新希望 主要求好一個人 記者歌手 屏東獅子採訪報導